传闻在一千年前 诞生了一台时尚无人破解的保险箱 必成为诸身的黄昏 相似锁利 结构激光重重 一大暗错将会自动锁地 再有开启的可能 其制造者是一位名叫汉斯的老铁家 费尽必胜心血打造而成 之后他也打造出其他三台 命名为小狼孩 瘦子和胖子 并被暗放在世界的各大银行 其安全性至今无人撼动 然而高速总是孤独的 没有对手的他 将自己锁进了诸身的黄昏 并沉入海地 等待那个能够打开他的人 直到千年之后 一个天赋异比的年轻人 小帅出现 他从小对解锁情有多重 几名齿轮转动的声音 就能轻松抱紧 他的梦想就是抱紧索尔的保险箱 终于在这天机会来了 他应约来到了一场名为 诸身黄昏的开锁大赛现场 准备挑战各路号称顶级的索尔 第一关只有四个名额 谁先打开谁进去 长发哥率先过光 紧接着第二个 第三个 只剩最后一个名额 小帅开始发力 不一会儿 他就打开了箱子 小帅 金钱都过了第一关 而第二关的保险箱 难度明显增加 长发哥 作为神兜第一人 帅紧接看密码 成功晋级 小帅 随后也顺利过光 接下来的最后一轮 是后程安保系统 达到国家级的箱子 随着采放的一声令下 长发哥开始认真的解锁 当貌似 无从下属 此时 小帅将手搭在了爬树上 内部结构 瞬间被感应到他的大脑 就在倒计时 还剩30秒时 他开始了解锁 只能转动 第一个打扣 被轻松爆解 紧接着 吃第二个 也毫无难度 剩下的最后一个 也同样没有压力 随后 小帅转到了出品 贵门 被打开 他只用时18秒 就在这时 人群中 一双眼睛 盯上了他 一个即将改变 他命运的女人 小美 第二天 小美找到小帅 并告诉他 自己是一名 低级的小偷 他想拿小帅入伙 目标是 迫切索完汉斯的 四个保险柜 小帅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这也是他的梦想 很快 他就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 一个盗窃团伙组成 分别是 黑客大师 判牛 司机 大胡子 还有打鼠 大段 他们第一个目标 是位于杰克银行的 保险箱 小蓝海 计划是这样子的 小美 负责接近保安 盗取钥匙 并假装 要去进层室存包 随后 探约假装外国人 将负责人 迎回大厅 小美 在趁其将小帅 带到地下室 此地 就是小蓝海的位置 这时 激动的小帅 开始了他的表演 他转到按钮 齿轮开始运转 他仔细地聆听 机械撞起的声音 因为他知道 只要有一环出错 将会无法打开 随着他后 发出轻碎的声音 保险箱被破解 小帅 缓缓地拉开柜盟 明明从饭车 真正上百万献金 随后 他们洗劫一口 与小美 带离来银行 第一个箱子任务 顺利完成 没过多久 他们又开始了 第二个保险箱 瘦子的捣钱 这次 他们来到了一家 瑞士的赌场 小美 控制程序 打开了锁住的庭 小帅两人 轻松就找到了 地下室的保险箱 此时 小帅开始了行动 相比第一个小狼孩 这个瘦子 明显要复杂的很多 刚开始没多久 按钮就锁了回去 他也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 小帅静下心来 再次撞到开关 按钮弹了出来 随着力不结构的传动 锁扣全部解开 小帅紧张地旋入手笔 打开大门 他又真功了 这次可以上千万米到 就在此时 保安发现了情况 并轻动了警报 幸运的是 两人趁乱 跟着人群逃了出来 由于前两个保险箱 下去有必要 第三个保险箱 探紧 准备安排转移 可没想到 运输员早被小美调包 就这样 小帅准备在车上破解 把这个保险箱的难度 再次升起 有七层密码的排列组合 小帅 凭住呼吸 小心翼翼地破解着 终于 就位的声音传出 小帅意识到 他做到了 他们再次成功 第二天 两人准备撤离 可没想到 佛珀罗却定上了他们 小美踏出手前对峙 最终 小帅在掩护下 做船离 小美就被抓了起来 多年以后 教授换了一个身份 等待一个机会 充起诸身的黄蜂